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香港時間今天的凌晨時份 美國就傳來了一個非常緊急的消息 白宮方面透露 說總統特朗普決定接受醫生的建議 從白宮轉到旭爾特國家軍事醫療中心的特別病房 接受治療 為期數日 但白宮強調這個只不過是預防措施 到底特朗普目前接受什麼治療呢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根據特朗普的主診醫生康里所說 特朗普目前其實精神狀態都是非常好的 只不過是有多少疲倦情況 事實上 有外媒亦都報導 說特朗普確診的第一天 都有在白宮裏頭召開電話會議 繼續來處理公務 絕對是沒有影響 好了 第一夫人梅拉利亞又怎樣 她的情況就較為危險 有多少咳嗽和頭痛 康里醫生就說到 說特朗普正在接受 多豬抗體雞尾酒療法 並且有服用到薪 維他命D 發莫蒂丁 和退黑素 以及阿士匹林 那麼多藥混合在一起 再加上特朗普本人 那麼頑強的意志 肯定能夠戰勝這隻武肺 希望他就可以趕及 在10月17日所舉行的 第二場總統大選辯論之前好 可以繼續跟拜登一蹶高下 將這個拜登技術性擊倒 好了 至於 CNN方面 引述了消息人士報導 說特朗普 在昨天早上曾經發燒 但是就說 這個情況也是符合白宮方面所形容 特朗普出現的 輕微病徵 實情特朗普如果是發燒的話 就很難再處理公務 相信這個發燒 都不是高銷 這個世界 冥冥中自有主宰 吉人自有天上 天看緊所有東西 好了 今天就已經是去到10月3號 距離總統大選11月3號這個日子 剛好剩下一個月 特朗普現在不幸地中招 所以他在餘下 造勢大會的行程 暫時 就要一律改為在網上舉行 當然 他的副手彭斯 就可以繼續 馬不停地 穿梭各州 繼續 代替特朗普 拉票 好 而彭斯 又將會在下星期 和賀錦麗舉行一場 副總統辯論 一決高下 我自己就認為 若然特朗普 真是趕不及 在17日 轉為陰性 的時候 就應該批准 彭斯 代替特朗普 出席 這場 總統大選辯論 因為彭斯做得特朗普 副手四年 就已經證實得到 他們的理念 是一致的 他們的路線 是一致的 沒有理由 即是說特朗普 去不了這個辯論 就可以連拜登也不用去 拜登就一早 都不想去 民主黨的 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還已經出謀獻冊 跟拜登說 你一場都不應該去 現在就有機會不去了 沒理由這樣來 去偷雞 這些完全是離譜的 就算特朗普去不了 彭斯去不一樣 你就照去辯論 甚至彭斯 還會比特朗普 更加之心平氣和 跟你講清講楚 你說特朗普搶麥 彭斯不會了吧 所以 沒理由 特朗普去不了 這場辯論會 取消 拜登也很應該 藉助這個機會 去面對選民 和面對政敵對你的質疑 真理越辯越明 你不出席的時候 就變成未辯先歇 算什麼英雄好漢 不過這個世界 往往最多 都是狗熊 好了 跟著 就說拜登 他到底現在的行程 是怎樣呢 之前就已經是傳出過 說他在第一次的總統大選辯論之前 就忽然之間神隱了22日 又不出席那些公開的活動 又不出席那些 做勢大會等等 只是出席網上活動 以及去了大法官的喪禮 現在拜登就好像出龍鳥那樣 猛地到處飛 不知道是不是趁著特朗普病 就加緊幾前欲緊 到處搞造勢大會 到處拉票 他就說到 會按計劃 前往密歇根州的 大急流城那樹 參加競選活動 當地的醫護人員就提到了 說拜登團隊都沒有 沒有諮詢過他們的意見 他們根本上就不知道拜登的競選活動 是會繼續的 那你就不要那麼多機格 又說特朗普搞造勢大會 會增加感染風險 你們自己不是一樣做 你做的時候好地地 人做的時候就說這個 大家的標準是要拿捏得一致才行 是要一以貫之的 不要搬龍門 不要你做就行 別人做就不行 大家一起做 沒問題的 不過現在特朗普 沒得做而已 實情這個密歇根州 就是擁有16張的選舉人票 在2016年的時候 特朗普就僅僅是一萬多票 贏出了這個州份 所以難怪拜登會選在這處拉票 另外拜登還說了一些 很上綱上線的東西 他就說 自己已經是接受了兩次的檢驗 都是陰性 他就呼籲民眾 不要拒絕 拒絕戴口罩 他還說戴口罩可以保障大家 而且也是愛國行為 之前那大半句都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他就說到戴口罩是愛國行為 那你不如問一下香港人 香港人周圍都愛國 全部都愛國 九成九都愛國 就是拜登如果說戴口罩是可以保障到自己 或者是可以 減少社會上的醫療負擔 這些都是說得通的 說得過去的 但是你說戴口罩是愛國行為 都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到底你說話有沒有邏輯 難怪特朗普常說他Sleepy Joe 好了 接著就再看看大陸的反應 那時候人民日報和環球時報 那個取態可以說是南沿北撤 環球時報的老總胡錫進 我們上一節就說到 說他 在那裡抽水 就說到特朗普 怎樣怎樣 負面影響對於選情 諸如此類 然後下面整盤小粉紅的留言 都是一律去踩特朗普的 而且極盡侮辱 咒罵 和人身攻擊之能事 而人民日報 就只是發布了兩段的新聞簡報 而且在留言板那裏 亦都是見不到有些幸災樂禍的留言 很有可能就是被人刪除了 沒有理由 兩邊的留言板民意是差那麼遠的 原來就是這樣來玩買兩邊 人民日報就相對來說是中立 而且那些留言也是很正常 反正那些所謂的Dirty Works 就由胡錫進做了 就等他來串特朗普 向特朗普抽水 然後又默許那班小粉紅走 去胡錫進留言板的書 寫了一些不堪入目的留言 如果大陸真的完全不允許這些留言 的時候 一條你都找不到 是不是 肯定全部和你刪除 既然可以留在胡錫進微博的書 一定就是默許了 所以這些行災樂禍的留言 若然是被美國共和黨的有心人拿來利用的話 那就好笑了 為什麼這麼說呢 人家看到你 在這裡寫這些東西 全部翻譯了英文 在美國廣泛地散播的時候 人家的美國選民會怎麼看 除了說本身已經有明確的取態 或者是很不喜歡特朗普的人之外 多少都會覺得不妥 若然共和黨拿著這個機會來做反宣傳 那你胡錫進真是愚蠢 明明你就是最不想特朗普連任那個 現在你這樣來搞一搞 寫完這些無謂的東西 就搞到激起了美國有些選民走出來投票 甚至乎就被政黨用作催票 在很多的搖擺州份 其實都做過一些民意調查 就發現得到 這些州份裏面的選民 對中國的好感程度就很低 就比起一般的州份都為之低 那不知為什麼 尤其是是搖擺州份裏面 這件事就重要了 若然那些搖擺州份的選民看到 你那些人原來會這樣寫這些東西 分分鐘 就搞到那些人本身不投 或者是中立的 就跑去投特朗普 那你變相搞到美國的選情 就有個變數在樹 這次就不方不實 驚奇 這個胡錫進所做的事 簡直可以用四個字形容 弄巧反絕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